一年好景均须记,最是城隍,局律时 金秋之时正是我们种植石榴树的最佳时节 石榴树的种植最重要的是选购非常适合的品种 看您居住在哪一个区域 我们所居住的不同的时区 那么就要选择完全不同的品种 您比如说呢,像这种wonderful 这种石榴树,它只能是在七区以上 那么如果您在种七以下就需要进行冬季保护 像这种dorf矮化的红石榴 它也是在种七区以下,最好不种 如果种的话,特别需要这个冬季的这个非常良好的保护保暖才行 所以我们上当地的苗圃啊 或者是各种网站,甚至于Amazon网站上都有卖石榴树的 所以一定要看好是否适合您自己居住的这个时区 多数品种都不适合于越东 我呢,是在home depot这个网站上买的 完全可以越东的,在我们所居住的纵六这个地区 完全适合的这样的一种俄罗斯的品种 结果呢,我们收到了包裹以后 发现呢,这个home depot它是从非常好的一个卖果树的网站上买来的 如果我们亲自上这个网站上买呢 反而比home depot还要贵 在home depot买有多方便,而且有多好呢 也给我们啊,送到家门口 就是这个品种 我们在购买果树的时候 凡是看到这个hardy 那么就证明它是耐寒力比较强的品种 因为啊,我们自己从超市买的石榴 用种子来种 我们不太清楚它是不是能够 这个真正在北方抗寒的这种品种 凡是居住在时区七以下的 我不太建议呢,用种子来种 买回来以后啊,我们不要着急种这棵石榴树 我们先让它从箱子里拿出来稳定些 给它浇足了水,让它的根部啊,浸足了水 我们种石榴树最好是在深秋这个季节 这个季节虽然说外面的天气有一点冷了 但是石榴种下去以后 在土中它的根系能够继续的健康生长 那么我们在选择地点的问题上 要特别注意选择阳光极其充足 每天的日照最好是六到八个小时 甚至于更多为好 另外它长得会很高,会长到十feet 也就是三米多高 所以我们在种植的时候呢 不管从高度还是宽度 特别要预留出来足够的空间让它生长 那么我们在种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挖一个坑 比它这个盆要大两到三倍 这样呢,它的根系才能够完全地生长开来 那我们先来量一量看看 买来的时候这个盆是9inch 大约是22厘米 那么我们至少要挖这个坑呢 达到它两到三倍 最好是就应该能够达到直径是两feet以上 也就是26inch 66厘米这样的一个直径的一个圆 那么我们准备好日照充足 这个周边非常的宽阔这样的一个地方之后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圆画出来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挖这个大坑了 挖这个坑的深度也要跟它的直径差不多 也就是深度也应该能够达到两feet 22厘米甚至于更深为好 那么土的选择呢 我们有牛粪或者是鸡粪 然后呢,再选择专门是种树的这种土 在这个附近的苗圃一般都有卖 还有就是最好有一些有机的这种辅植制的土 还可以再添加一些泥碳险 特别有助于保护根系和根系的成长 另外呢,我们先放一些有机的堆肥 如果自己没有呢,我们就买现成的有机堆肥 或含有堆肥的圆土 把它先放到坑的最下端 然后,我们再配上这个辅植制的土 把它们充分地混合在一起 再加一些泥碳险 最好再混合两袋沙土 泥碳险呢,它跟所有的土壤在一起混合 都能够帮助它们保水和排水 尤其像我们室内的一些这个植物 放上泥碳险是最好的 要充分地把所有的配比的这些土壤 都要给它混合起来 尤其是像一些块比较大的 我们都要把它给它碾碎 这样的根呢,才能够伸展开来 而且我随着往里边添土呢 随着我就割一些这个泥碳险 你看泥碳险它握在手里的感觉 就是特别的柔软 像棉花一样的感觉 另外呢,我们可以充分地利用 我们买来的时候 它给的这个大的纸箱 把它平摊在地上 然后用它来这个搅拌这些土壤 是最好的一个这个平台 种这棵十六树 最少大概要用十五袋的土 总共啊,十五袋的土 当我们把土填到这个坑 基本上已经完全满了 基本上和地面水平 这时候我们才开始准备 往里边种了 您看,我把它放在 基本上就在地面上 差不多齐平这个位置 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把花盆取下来了 在取花盆的时候啊 我们最好用手拍一拍 外围松一松 里边的这个土就很好脱离这个花盆了 花盆里边的啊 这个圆土千万不要丢掉 全部都要保留 如果花盆里边的圆土有虫卵 那我建议您要跟它更换啊 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好了,下面我们把周边的土呢 向旁边这个推一推 留出来一个比较低洼的空间 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以后 我们要略微高出地表 因为它一会儿还要下陷 我们踩实的时候它还会下陷 好,我们然后再向上边放三四袋土吧 放完以后 把土块一定要碾碎 再把它都混合好 还有就是泥碳线等等 用手把它混合均匀 下边我们就要用脚来踩实 您刚刚放的这些土 我们在踩的时候用脚掌 整个脚掌均匀用力 向下稍微用点力 尤其是根部的地方 踩实它 这样您就发现 这个石榴树就已经陷下去了 一会儿我们再一浇水呢 它就更下陷了 所以不用担心埋的时候靠上 随着我们的彩 如果它下陷的稍微多一些 我们还可以再继续添土 最后呢 我们可以在整个外围地区 我们围上一圈 在Home Depot卖的这种边缘砖 围上以后 对我们将来放稻草 再添一些营养土都有好处 围完这个外围的边缘砖之后 不知不觉天已经黑了 然后我们就要进行彻底的浇透水 一般来说我们要浇20分钟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软管 在它周边滴 那就要至少 如果滴水的话 至少要滴半个小时 大概是一两天之后 等它表土完全干了以后 我们再铺稻草 铺厚厚的稻草 但是您看到了吗 中间这个地方 离树干 主干周边 一两英尺的地方要空开 因为稻草会腐蚀它的树干 没过几周 树叶就都落光了 寒冬就来了 当气温降到零度以下的时候 我们就要进行过冬保暖了 用比较大的这种塑料桶 开口的塑料桶 我们反扣在上面 然后再冷的话 我们就要 我专门缝制了棉被 把棉被呢 再铺盖在这个塑料桶上 天气暖和一点 白天太阳出来的时候 保证温度要在零度之上 摄氏零度之上 然后我们就把棉被 还有塑料桶都移开 这个塑料桶呢 里边会有比较潮湿的湿气 我们要拿到屋内 让它暖气烘干它 然后夜晚再盖上去 这样进行入冬保护 转年的春天 它又能生长得非常好了 两年左右就会结出 又大又红最甜的果实了 然后再次准备